欢迎收看黄金年代 人生如梦 回忆如风 感谢您的观看与订阅 娱乐圈从不缺女神 不过这些女神及女明星 在面对岁月洗礼时的态度却是不一样的 有人十年如一日精心打扮自己 始终保持着女明星的风采 有人却在步入中年之后 放弃了外形管理 回归普通人 接下来就为大家盘点 那些年过花甲的女神们 1.关芝林 作为一代人心中的女神 关芝林的美貌俘获了不少人的心 她主演的电影至今仍是经典 年轻时的关芝林风情万种 一双含情默默的眼睛勾人心弦 五官完美到无可挑剔 是属于天生骨相美的人 关芝林的美貌曾让无数富商为之倾倒 比如王国精 刘鸾雄 陈泰明等 只不过她与这些富商的感情再怎么轰轰烈烈 最终都归为平静 以分手告终 她经历了两段婚姻后 最终保持只身一人 没有再公开新恋情 2015年她与陈泰明离婚后不再参加任何综艺 也没有客串新电影 但出荧幕的这些日子里 她在短视频平台上 与大家分享自己的穿搭、做饭等日常 获得了百万粉丝的支持 随着年龄的增长 关芝林的脸上有了一些皱纹 但她的颜值依然在线 气质也非常超群 在短视频中 她总是一副光鲜亮丽的模样 令人羡慕不已 然而 在没有美颜滤镜 与精致妆容的情况下 关芝林的素颜却与视频里差距较大 她不仅皮肤松弛 法令纹深 而且还脸色蜡黄 整个人看起来十分憔悴 老太也很明显 近日有网友晒出偶遇女神关芝林的照片 此次她素颜先生某餐厅与好友聚会 曝光了自己最真实的样子 有人觉得她风韵犹存 有人却感慨美人耻目 网友们看到关芝林的近照后 发现她的确苍老了很多 看起来就是60岁妇女的样子 不过 这也是正常的现象 也有人认为 关芝林目前的状态 比很多同龄人还要好 风韵犹存 没有人可以拥抱青春 如今关芝林化完妆后依然很漂亮 私下穿衣打扮以舒适为主 素颜略显憔悴也是正常的 祝愿她身体健康 保持好心态 2.李丽霞 去年李丽霞与拍档吕珊 冯素波 威力现身记者会 为他们的金曲盛宴 2021演唱会做宣传 四位实力唱将除了会现唱 经典金曲之外 还设有特别环节 像已故议员李湘琴 与谭炳文这对金曲黄金组合致敬 可能年轻一代的朋友 未必能够理解老一辈 议员的怀旧情节 但相信演唱会一定会吸引到 不少老歌迷前来捧唱 李丽霞向记者大吐苦水 她称在不可控期间 一直处于没开工零收入状态 她又指今年曾逗留在内地半年 当时正遇上病毒爆发期 原定的演出又被取消了 而自己又不可以反港 导致她的情绪非常焦虑 不过幸好调整好心态 最后决定随遇而安 留在内地玩就当是旅游 讲到身体状况 李丽霞坦言 她又要入院做手术了 据了解 李丽霞在过去三年间 曾先后三次 分别在身体不同的部位查出癌症 包括颈椎癌 肺癌及脑癌 实在是命徒多串 一年一癌 这换作是谁探上这事 都是崩溃呀 但李丽霞却十分乐观 每次她被查出患上了新的癌症后 都会重新调整好心态 积极面对 然后便配合治疗 入院接受手术切除肿瘤 至今她已经三次开刀切除肿瘤了 每次手术后 她都元气大伤 非常不容易 然而 命运似乎就喜欢捉弄人 去年八月份 李丽霞又被查出肩膀肿瘤 虽然是良性 但她为保险起见 还是决定即刻入院进行手术切除 但最近她又被查出肺部有阴影 李丽霞说 当时医生就说是在右边的肺里有个影 但不知道是什么 后来经过详细检查后证实不是肿瘤 吓死我了 原来只是有细菌入肺了 不过医生都开了半个月药给我吃 我想这次应该是最后一刀了吧 希望以后都不需要再开刀了 其实近年李丽霞都经常在TVB亮相 相信各位观众都有印象 之前她回潮陆续参演了多部剧集 包括《爱回家之开心宿地》 《牛下女高音》 《解决诗》等 希望早日康复呀 3.邝美云 邝美云是港姐选美比赛出身的 凭借着靓丽的外形 她打败众多对手 拿到了亚军 继而进入娱乐圈发展 她参演过不少影视剧 也唱火过很多歌 发展得很是不错 不过她没有一直待在娱乐圈 90年代末便退全经商 凭借着独到的投资眼光 她的事业经营得有声有色 早已身家上亿 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亿万富婆 平日里 邝美云交往的全是豪门贵妇或商界女强人 最近罕见露面的邝美云因工作去了内地 她一改往日的光鲜亮丽 打扮很是朴素 只穿了一身黑色套装 身上没有太多颜色 却难言气质 中楚红 年轻时的中楚红 凭借天生励志的外貌 以及妩媚又不是清纯的气质 成为了很多人心中的梦中情人 与关之林、张曼玉、王祖贤齐名 还被誉为香港的玛丽莲梦露 不过尽管容貌开始衰老 中楚红也没有考虑过整容 此前在一个采访中 她透露自己的保养方式就是拼命敷面膜 看来她想自然又优雅地慢慢变老 说起来 自从富商丈夫朱家鼎因病去世后 中楚红一直没有在婚恋 如今无儿无女的她 已经为王夫守寡了整整14年 好在虽然孤身一人 但中楚红并不孤单 几年前她领养了一只10岁的老猫 在她的精心照顾下 不知不觉中这只猫变成了一只大肥猫 此外 近年中楚红又爱上了爬山 常常四处登山 领略香港不一样的美景 生活似乎过得十分滋润 不管怎么样 祝福中楚红能够一直健康幸福 拥有一个悠闲又开心的晚年生活 5. 陈玉莲 陈玉莲作为初代女神 已经主演过许多剧集 她17岁加盟TVB 从小配角演到大女主 闲下来的时间她也从不浪费 时刻尖金钻研演技 在1983年的时候 因为出演金庸小说 《神雕侠侣》里《小龙女》一角 不仅如此 她还饰演过天龙八部的王雨嫣 可谓是女神角色的收割机 在当时那个年代 陈玉莲也是风靡一时 经历过几段难以忘怀的感情 陈玉莲一直没传出结婚的消息 如今的感情状况到底如何 外人不得而知 现在她也过着安稳幸福的日子 放弃了娱乐圈的名利争夺 之前歌手陈杰玲在社交平台上 晒出了偶遇小龙女陈玉莲的照片 两人亲密搂肩 陈杰玲还配文表示 很开心像是双胞胎一样 照片中陈玉莲和陈杰玲站在一起 看向镜头一脸笑意 今年已经60多岁的陈玉莲 已经不像年轻时那么灵动美丽了 脸上的皱纹很明显 眼窝有一些凹陷 没有化妆素面朝天 穿着黑色外套显得十分朴素 虽然不如年轻时小龙女那般美丽 仍有美人于韵 魅力十足 对此 网友也是一致的夸赞 直言两人站在一起好亮 现在的她真就跟她扮演的 王雨嫣小龙女一样 与世无争 有着属于自己的幸福 郑玉玲是一位老戏骨 曾出演过多部经典影视剧集 塑造出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角色 获奖无数 演技精湛 不仅如此 郑玉玲还是一位全能艺人 主持 配音她都不在话下 郑玉玲虽说感情方面颇为坎坷 但她的事业却发展得很是平稳 如今 郑玉玲已经60多岁 但她仍活跃在荧幕上 状态也保持得非常好 有工作时就认真工作 没有工作时就与好友四处旅游 享受人生 这种生活着实令人羡慕 7. 米雪 米雪曾经是TVB的当家花旦 出演过很多影视作品 不仅颜值高 演技好 身材也是一流 可以说 当年的米雪 无论是颜值还是演技 都可以碾压现在的当家小花旦 是实至名归的老戏骨 虽然米雪现在已经60多岁了 到了退休的年纪 但是米雪还是喜欢拍戏 经常也会客串一些经典角色 并且米雪已经并不在意片酬多少 只要自己开心就好 所以才能够将每一个角色 全是得淋漓尽致 近日 米雪在自己的社交网站上 晒出一组照片 画面中的米雪青筋爆起 十分销售 并且素颜下 米雪整个人的皮肤都很干瘦 皱纹也是比较多的 显得人有些老态 不过 最重要的是 米雪怀揣着一颗年轻的心 因为时刻都是积极乐观向上的 并且十分爱好跑步运动 所以身体十分精瘦 网友们都表示 米雪的心态很年轻 8.叶童 叶童绝对是很多小伙伴 童年心目中的经典荧幕形象 因为她就是著名的电视剧 《新白娘子传奇》中 许仙的扮演者 估计有很多人在长大之后 才发现 许仙的扮演者是一位女性 小时候大家都还傻乎乎以为 叶童是一位男演员 不过 这也从侧面说明了 叶童老师的演技好 如果演技不过硬 那么自然而然就会让人产生跳戏的感觉 如今快要60岁的叶童 和以往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 尤其是在最近曝光出来的照片中 她看起来似乎苍老了许多 与当年那个许仙的角色相比 简直判若两人 不过时间已经过去几十年了 人也不可能不老 叶童这样的精神状态 保养的也算相当不错的了 其实每个人都会有老去的那一天 明星比起常人会更容易受到关注 但他们只是展现出了真实的一面 对于所有人来说 健康都是最重要的 不管什么时候都要好好对待自己 好好照顾自己 希望他们能够开心的生活 今天到这里就结束了 您对今天的内容有何感想呢 如果喜欢我们的话 请按赞鼓励一下吧 还有别忘了订阅黄金年代哦 我们下期视频再会